OK,我们来讨论一下5.1的这个练习 5.1的这个是什么 供点 供点力作用下的这个物体的平衡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分数 其实很多的都有拿到8分 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分数 1分2分的 这三位要注意一下 那其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哎呀,我要开多一份 因为有图有什么的 OK,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图是怎样 然后我再看一下题目问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计算 就像这一题的话 这个是龙中华的题目 那is the weight of the suspended body 就是这个W啦 他是200牛顿的话 OK 然后要计算什么,我们一次过看完那个题目 然后呢,我们才进行计算 OK, find the pension in the cross C,这个T,C的这个张力,然后find the card in the in the tension, find the tension in the card A,还有 card B OK,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三条线的张力啦 我定格在这边 我定格在这边 200牛顿,要记得这样 OK,200牛顿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的 OK,定格在这边 So,Tension来讲呢,我们呢 神指有张力,对不对 So,张力其实像哪一个方向 很多学生会问,张力像什么方向 那如果我们研究说 这个神指对外面的物体 所受到的力 它的张力应该是对内的 像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往上 这个位置 它其实是往下 好,就是像这个位置 如果我看这个点的话 它是往 这几个呢,都是往外 就是这个点的外面 然后呢,在这一边的话呢 它是往内这样子 所以你的神指的方向啊 力的方向 很多学生会混淆 到底它像哪一个方向 它其实是两端会往内 OK,两端会往内 这样在这一边的话 下面因为它是200牛顿嘛 如果我看这个物体所受到的力 神指把它拉上 对不对 这个重力呢 把它拉下200 那应该 这个既然不会动的话 这样这个T 这个神指T C的神指的张力 应该是200 OK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其实很快的可以看到 这个C的Tension是200 所以如果向上是200 向下这边也会是200了 OK 只是问题是 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 A 跟B 的Tension 那我们一般上来讲呢 我们就要把那个TB 我叫它TB跟TA 把它分解成上下跟左右 OK 然后呢我们的方 我的方式 我的方式 我的方式是左边的力 等于右边的力 上面的力等于向下的力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把这个资讯呢就写完 那TB 既然它分成了上面 往上跟往下 A 我要换另外一个颜色 我换一个蓝色 我把它分成了上下 向上跟向左咯 那向上的话呢 这个角度是45度 其实45度来讲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这一边45 这一边也是45 Cosine 45 跟Sine 45 其实都一样嘛 所以45度 你其实可以不用太担心的 像向上的话 你把它当做是TB Cos 45的话 这样一般来讲 我们这边就用Sine 45 反正45 Sine跟Cosine都一样 Sine跟Cosine都一样 OK 没有问题 那 TA我也是拆成向右 和向下 向右的话呢 我们是用T 如果这边是Cos 60度 这样这个的远离这个角度 对不对 就是跳过来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用Sine 60 如果你不要用Sine的话呢 你不要用Sine 我讲 我比较喜欢用Cos 那你可以 算出这个角度 就会是30 要么你用Sine 60 要么你用Cos 30 OK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 角度我们要看哪一个 喜欢你看哪一个 两个都可以 一个是Sine 60 另外一个是Cos 30 这两个值是一样 相信如果你们 已经上了三角函数的话 你们就会懂了 其他学家好像还没上 所以 所以你看哪 还没有上 还没有上三角函数的话呢 其实蛮吃苦的啦 OK 那这边的话呢 Sine 30 向下的话呢 就是 TA Cos 60 这里Sine 60 这个就是Cos 60 OK 那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什么呢 我们要看向上的 有什么力 向上的话呢 应该是TB Cos 45了 OK 还有吗 没有了哈 那要等于向下 那向下呢 除了有这个200以外 还有这个TA Cos Cos 60的对不对 啊这样子 那向左的话呢 是TB Sine 啊 45 向右的话呢 就只有这个TA Sine 60 哈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了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个TB给去掉的话 我们啊 可以把这个方程式是当作第一个方程式 这个是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可以用第二个方程式 除以第一个方程式 那你就会得到TB Sine 45 除以TB Cos 45 TB 跟TB就可以越减 Sine 除以Cos呢 就会是Tangent 啊所以得到Tangent 45 啊Tangent 45啊 会等于什么呢 TA Sine 60 除以200 加TA Cos 60 那我们小 我们知道说 Sine 45 其实是E 啊所以就会得到说 我们这个拉上 乘上去乘1的话呢 就会是得到200 加TA Cos 60 啊 等于TA Sine 60 那当然你讲说 Cos60是什么呢 Cos60 Cos60 Cos60是好像是二分之一吧 啊 所以如果我换成二分之一 它就会是TA 除以2 我这一个呢 Sine 60的话呢 应该是根号3 除以2 所以是这样子 啊所以如果我每一项乘以12 我每一项乘以2 我再把TA这个拉过来就会变成-1 对吧 所以呢TA是等于多少呢 是400 除以根号3-1 那这个怎样计算呢 当然我们有一个有有理化分 有理化分母的一个做法啦等等的 不过既然我们的计算机 物理来讲我们没有要求说要很完整的啦 我们直接除以这个根号3除以2就好了 OK根号3-1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跨幅按出答案来 那这个啊就是我们要的答案了 TA是等于 TA是等于546 546 啊所以如果是三位有效素质的话呢 应该就是56 所以呢这个张力啊 这是C的张力是200哈 这个这个应该是应该是蛮简单的哈 200牛顿 呃200给你对了哈 我等下再修改一下 没有给没有给这个单位了 我也给对了哈 那TA的话呢你就会算到多少啊 呃 两个有效素质呢就是550了 对两个有效素啊 2significant figure550 OK 如果你写55551.99 嗯 感觉上你用的方法好像跟我不同 哎应该是五四 五四六嘛 五四六才对吧 啊五四六 如果我要三位有效素质就是五四六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 TA哈 TA我再想写一下 所以这里我算到了TA是等于550了哦 五五零 那TP会是多少你可以带进来二号了啊二号了那提二号的话呢就是五五零 乘上三六十是根号三除以二 三四十五的话呢是呃 呃根号三呃根号二除以二啦对不对 TB啊 那我们这个可以约掉 而根号二呢可以拉下来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 我放 一除以根号二也可以吧 好我用一除以根号二 那我乘上去呢就是呃五五零 是五五零吗 呃 不要理他五五零乘上根号六除以二 那这边我不要用我不要呃呃我们就按计算机就好了哦 那按计算机好我建议你说你不要我换成五五零 你就用回这个answer 对用回这个answer乘上根号六 对吧 再除以二就好嘛 啊 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呃 数据来讲呢就没有说呃不见调哈 就是说他的这个数据呢不是说呃 变成已经近视值一次了 然后呢过后呢又再近视值一次 你就会比较不准啊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连关下去的话 to significant figure 这个是670 啊ok 就670呢是正确的答案了 啊 还还算蛮多人对了啊 我希望不是我希望各位不是去把那个呃中华的课本找出来啊 到底是什么答案啊 如果是真正自己做的话 那能够掌握这题啊算是不错了 ok 啊 很乱啊 所以你会看到呢一提来讲呢 他的这个呃要进行分析了 对 现在进行分析那个利亚分离是怎样啊等等的 然后呢最后呢呃 才算出你要的东西来 ok 啊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题啊 这一题 我记得我好像就给 就是上个礼拜 其实我给一些那个 那在这一题来讲呢 他有一条绳子 拉这个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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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的是normal force支持力 支持力会是多少 OK 然后呢 再来的就是这个箱子的加速度 好 那我们来进行分析了 90牛顿 20kg 大概 大概定格这样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吧 好 我来计算一下了 所以首先呢 他有一个90牛顿的力 然后呢 这个质量呢 应该就会有一个重量了 这个重量来讲了 20kg 乘上那个gravity9.8 所以这一边你可以这样子写 20乘以9.8 20乘以9.8 那这个90来讲 如果我们拆成往上的话 就是90上30对吧 往前的话呢 就是90 cost30 还不要开心的太早 因为呢 他应该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R 还有往后的一个faction OK 然后呢 他可能还是往前有一个加速度 OK 所以 第一个情形来讲呢 你就要分析说 哦 他向上应该会等于向下的 对不对 所以20乘以9.8 呃 就会等于9330 再加R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算到他的R了 所以我们的R呢 是20乘9.8 减去90 330 330好像是1分之1啦 所以这里是45来的 然后我们来按下计算机 我们有20乘9.8 乘9.8 再减去9330 OK 所以我们会得到151 所以这个R呢 是150乘9.8 牛顿 All right 呃 next thing next thing 他是要问acceleration 啊 加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往前的例子90 cost30 往后的这个F呢 是用μR来计算的 OK so 呃 你可以看到说往前的这个90 cost30 再减去往后的这个Fμ 这个F 呃 这个F是μ是0.5 乘上R的话呢 这是151 啊 就会是等于整个的 呃 MA M刚好是20 A是我要计算的 所以这个A怎样计算呢 就是90 cost30 减去0.5乘151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20就行了 啊 所以这个呢 一按计算机就行了 啊 看看啊 啊 我们有90 Cost Cost30 减去 0.5 乘上多少呢 乘上151 然后 按等于 再除以20 那 有些学生很迫不及待的直接按 除以20 你要知道啊 我们的计算机有先乘除后加减 他会这个除以20只是除以后面 所以你一看到有加有减啊 有成的东西啊 要注意啊 啊 你要先等于了之后呢 再除以20啊 要计算机 你要控制计算机怎样算 不要被这个计算机 骗了你啊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呃 是 我稍微写一下 A 是多少 0.0.122 对吧 0.1221啊 Meter 不是 Square OK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 答案对吗 OK 他先问那个支持率 这个支持率是150亿了 就150亿牛顿 都蛮多人对的啦 呃 我可能 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算那个 我稍微 我修改一下哈 可能我 换一下那答案 我接受那个没有 呃 没有这个单位的话 我也接受了哈 因为 应该蛮明显那个单位 你要考试的时候 记得要写单位哈 OK OK 有点慢 有点卡 啊 对了 我有啊 我有接纳 那个没有单位的 啊 我有接纳 那个没有单位的 所以不用担心 啊 所以151啊 是正确的 还有1 0.122 因为我有写了啊 3 significant figure 说这个是0.122了 啊 也有11个人啊 做对了 蛮不错了 OK 这样子啦 扣我可以了哈 OK 哈 所以你会看到 哈 哇 写很多东西哈 才才拿两分哈 就是就是物理来讲呢 就是他的很多东西 你要进行一个一个去分析 然后呢 计算来讲呢 有 有 有点像说要进行联理 有时候会需要进行联理 对啊 联理方程出 这样子 OK 再来看下这一题 2 object of masses 5 kg and 10 kg 啊 就是 右边那个是10 kg 左边那个是5 kg are connected by a light string that passes through over a light frictionless pulley 呃 滑轮 哈 in the figure the 5 kg object lides on the smooth incline 一般来讲 我们一看到 smover 就是没有摩擦力的意思 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啊 呃 全部大家都承认的一个term 啊 但我写smover 你就当作是没有摩擦力 这样子 incline angle 呃 45度 OK 所以接下去呢 要找什么呢 他要找绳子的张力 还有两个物体的加速度 这两个物体的加速度是一样的啊 因为他有啊 他们是连连接在一起 用绳子连接在一起 所以他的这个加速度会是一样的 对吧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哈 首先这个是10kg的 这个是5kg的 然后呢 这里如果我看右边的图的话呢 这个tension应该是往下 往上的啊 这个如果往右边的话呢 这个tension应该是往 右上角 OK 那这个往 这个质量啊 这个重力应该是往下 5x9.8 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看这个支持力是多大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5.5x9.8 再乘以cos45 还是sign45 随便啦 45反正不用太在乎 如果我看这个角啦 这个角是在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sign了 然后远离那个角度 OK 好 好 再来 呃 aceration应该是往下 然后加速的 对不对 这个是往上加速 它的加速度 虽然方向是不太一样啦 不过呢 这个大小是 相同的 所以我们是讲说 我们要找他们的加速度 当然一个是往右上角 一个是往下 还有什么东西吗 哦 我们要找T 还有要找A 所以在这边 如果我看右边的图的话 因为它往下加速 所以我们要用往下的力 10x9.8 刚好是98啦 OK 减去那个T 会等于多少呢 是会等于MA M是10 A 我们就放A 另外一边的这一个呢 就是T 减去 呃 往下的这个力 5乘以9.8 再乘以sine45 alright 会等于多少呢 会等于5A 所以你会看到呢 我们的这两个式子啊 1跟2啊 直接相加T 就会越掉 因为是这个是加T 这个是减T 所以就会得到什么呢 98-5 乘以9.8 乘以sine45 5 右边的话呢 就会得到10A 加5A 得到15A 所以我们第一个找到 s relation 是怎么找呢 98-5 乘以9.8 sine45 在整个 除以15 就找到了 OK 然后在找T的时候呢 我们带进去第一个 拉过来 拉过去 T会等于98 减去10A 减去10A的 OK 从A就从这里 拉下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A是哪一种 先看A等于多少 OK 我们的A呢 是98 减去5乘9.8 再乘上 sine45 得到答案了之后呢 再除以15 OK 所以我找到的 那个 s relation呢 应该是4.22 左右啦 找到 s relation 4.22 345 我写多一点 我们稍微的 我们等一下 再看一下 他要 老师 他的T不等于 另外一个的重量 不等于 很多人以为说 这个T会等于 这个重量 如果等于的话呢 它是什么情形 除非它是平衡 这个情形 因为它有加速 因为它有加速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 它会往下加速的情况 对吧 所以它不是 或者你是讲 匀速 如果它是匀速 走 那你可以讲说 上下 上上的 等于向下的 如果它是有加速度的话呢 你就不可以讲说 它是向等 这样子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 这个 虽然这一个小节 好像是要讲平衡的情况 不过呢 因为我们已经上了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所以我们也是要懂得 会算这种会有加速度的一个情况了 OK 好 再接下去呢 我们再按另外一个 这个应该是A的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A 所以我们用9.98 减去10 乘 按设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 Tension 我们的Tension 呢 相等于 55.7655 这样子了 所以我们在 这个是牛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答案 Find Find the acceleration Find the acceleration 大概是4.22 3 significant figure 4.22 11个人作对 还蛮不错了 4.223 可惜了 这个其实是4 significant figure 那个4也要算在内的 所以4.22其实就够了 这一题的G是9.8 4的我没有写到 不好意思 不过呢 我之前好像跟你 大家都有提过的 所以这个我们同考的Standard 当他没有写 G是多少 你G就要用9.8 如果是要10的话呢 他会特别的提醒 反而跟初中不同了 初中的话你不讲 你就点点 你就用G等于10 因为很容易算嘛 对不对 而且我们初中不能用计算机 高中可以用计算机 我们的G呢 常态值 用9.8 OK 好 有回答到你啊 OK 再接下来 如果你用10 可能你会算到4.31 这样子 就是差一点点 这样子 OK 所以接下去 神指的张力 就是Tension会算到55.8 3个有效素质 6的话可以进位 所以55.8 所以有10个人都做对了 还蛮不错啦 看起来大家都会算啦 我觉得是蛮复杂的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物理 常常会考的东西啦 OK 所以如果你可以掌握的话啊就不错了 这一题算是最难的题目 我又放在最下面了 我来看一下分析一下 The coefficient of kinetic friction 就是说他会滑动的啊 滑动摩擦 between the 2kg and 3kg block 是在这个 这两个之间会有摩擦力 摩擦力的方向向哪里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词典再进行分析 The horizontal surface and the pulley 这个horizontal surface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啦 And the pulley are frictionless 这一边反而是没有摩擦力的 只有2kg跟3kg的block呢 之间有摩擦力 OK 那因为这里装了 放了一个10kg重的东西 还会往下加速 会有acceleration so fi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blocks 当然他的三个的acceleration 应该会一样的大小 只是说这个是往下 这个可能往右 这个是往左 OK 可以啊 看得出来 这个一拉的时候 这个会往右 3kg会往右 10kg会往下 2kg会往左 OK OK好 so接下去呢 他要找的是T1的张力 alright 还有T2的张力 所以基本上是问这三个东西 T1 T2 还有A 没问题 滑动西数 so我们来看一下定格在某个位置 OK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做了 首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T2会向上 OK 这个是10.10x9.8会向下 这是第一个 然后acceleration会往下 如果我看这个3的话 T2会往右 T1会往左 T1会往左 下面没有摩擦力 但是像上面又有摩擦力 这个上面的摩擦力往哪一个方向呢 因为这个东西往右 这个东西往左 对这个 这个block 3来讲呢 他给予 他给予他的摩擦力会往右 因为他往左移动 摩擦力往右 往左 这个往右移动 我在讲吗 3kg的这个东西往右移动 他会感受到2kg的东西呢 给予他的摩擦力呢 是往左 但是我们看这个2kg的东西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T1往左 他的摩擦力呢 是往右 那你就会想 老师你好奇怪 为什么这个摩擦力呢 一时候往左 一时候会往右 这个摩擦力很 这个摩擦力 这两个摩擦力 其实呢 是同时有的 然后方向相反 两个的受力物和 受力物和这个失力物呢 会互相倒转 这个是什么情形 这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虽然两个都是摩擦力 虽然两个都是摩擦力 但是两个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很特殊的情况 有没有 所以你看2kg的block 他会往右 你看3kg的block 这个力是往左 可以啊 OK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是往右 这个是往 这个往左 这个往右 这样子了 都是A 都是A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会有三个方程式 如果我看2kg block 我们有te 减去F OK 会等于2A OK 2A 这样子 那F会是多少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F有没有办法 好 马上的简化 他 我们的F 有没有办法马上简化 我们的F呢 就要看他的这个 往下的压力 乘上mu0.3 往下的压力 往下的压力是多少 往下的压力 应该就是这个2kg嘛 因为只有2kg的这个重量往下 所以呢 他其实是0.3 乘以2 乘以9.8 这样子 然后等于2A 这样 第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呢 他会往右移动 往右加速 所以往右的这个T2 减去往左的T1 然后呢 再减 再减去F 因为往 你这个也是往左 这个也是往左 那这个的话呢 就会得到3A OK so这个我们先 先放成F吧 我们先放成F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三个方程 它是往下加速 也就是10乘以9.8 当然10乘以9.8 我们知道它是98 所以我们如果是98的话 我们直接来写 我们直接98减去T2 对吧 减去T2 会得到10A 所以这三个方程 第一个方程跟第二个方程跟第三个方程 最快的方式 是三个直接加 OK 这个是加 这个是减去掉 这个是加 这个是减 也去掉 这个是减 这个也是减 就会叠加在一起 所以它总共有98 减去两个F 会等于10加3加2 等于15A 有没有问题 因为这里减F 这里也是减F 因为它特别的点在这里 因为一网不同的方向 对 然后呢 刚好又没有办法抵消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一边 你会得到A是多少呢 A是98减去2F 再除以15 F是多少呢 我们就放进来 0.3乘以2 再乘以9.8 All right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找到A 找到了A之后 如果我要找T2 我要找T1的话 我们带第一个方程 对吧 带第一个方程 我们就会有2A加F 我们要找T2的话 我们用第三个方程 我们就有98减10A OK 这样子 好 我们来直接按计算机 首先这个A呢 我们用98减去2 乘以0.3 再乘以2 再乘以9.8 9.8 OK 先看Answer 再除以15 Answer除以15 5.75吧 5.75这样子 5.75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OK 那我们也要精准一点 我们直接把这个Answer给储存起来 Shift Record A OK 我说在A那一边 所以过后呢 我们要找Answer 我们就按A就好了 2AlphaA OK 加上F F是多少 F是0.3 乘以2 乘以9.8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T1了 这T1呢 相等于 17.38 左右 来17.38 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98 减去10个Answer AlphaA OK 所以是有40 40.51 N OK 三个都找到了 三个都找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答案 啊 OK 所以第一个 他给的是 Ascleration 5.75 OK 3 significant figure 5.75 5.75 很好 还有下一个呢 Tension 1 Tension 1是17点 3 significant figure 的话呢 就17.4 17.4 有 17.38 也有人写 不过17.38 是4个 significant figure 千万要记得 我问的题目 当然 如果你考试给我 4个significant figure 一般上来讲 老师都会给对的 不过因为我这边 Google form 为了方便 我 我让那个系统 直接改 所以你就直接写 17.4 给我就好了 OK So 家庆的 Hobby 不会 算不大 就随便 写东西给我 然后还有T2来讲 是10.5了 对吧 40.5 40.5 也有9个人 做对 OK 所以看起来 还不算太差 就是还有蛮多的人 是会做的 救命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做 OK 可以吗 这样子解释好了一点吧 那希望大家改次遇到这种提醒了 就会做了 好